狗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却让我们的生命更完整 欢迎来到城市遛狗人 想要养狗又担心遍地毛发吗? 有些人天生对宠物毛发过敏 对四处飞散的毛发忍受度低 特别是狗狗身上散发的体味让整个家弥漫臭味 那么,有没有比较不会钓毛的狗品种呢? 还真有 今天我们来介绍十大步钓毛权种 这些可爱的毛还不仅不会让你的家变成毛毛地 有些还具有体味轻 适合公寓与生活等优点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雪纳瑞,爱与智慧的代表 雪纳瑞以小老头的独特外表受到喜爱 它们的毛发结实弹性十足 牢固不容易掉落 因为它的卷毛不会自然脱落 所以每天的梳理是必要的 雪纳瑞体型适中又少被叫 非常适合公寓生活 它们通常对其他动物友好 此外,雪纳瑞几乎没有体味 对于那些对臭味忍受度低的人很是友善 顺便一提 智商高的雪纳瑞很容易训练 简单的训练就能理解主人的需求 对于忙碌的主人来说 它绝对是100分的家庭陪伴犬 贵宾犬 从容优雅的贵妇代表 贵宾犬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之一 高智商 容易训练 也是出色的表演犬 它们的毛发紧密卷曲 类似羊毛不易脱落 所以不会有毛发四处飞散的问题 几乎无体味和轻巧的体型 使得许多家庭养的第一只狗就是贵宾 跟雪纳瑞一样 它们的落毛容易与其他毛发纠结在一起 因此要定期梳理毛发 贵宾也是最好养的狗之一 它们运动量不大 所以也不需要很大的生活空间 加上贵宾犬个性很独立 绝对可以成为主人忙碌生活中的安慰剂 三 腊肠犬 公寓犬模范生 虽然腊肠犬的身材小巧 但它们的个性大胆 温和有耐心的腊肠 更是陪伴老人家的博二狗犬 外形讨喜 体味轻的腊肠犬经常是对狗毛过敏 或新手养狗人的首选 腊肠犬的毛发短而紧密 不易掉落 这种狗狗非常适合公寓生活 很活泼但不需要太大的运动空间 腊肠笔直的身躯容易有脊椎问题 因此它们不能过度运动 基本上在家里走几圈就够了 没时间带狗散步的人 可以考虑养一只腊肠陪你追剧 它会是一只称职的沙发马铃术 四 西施犬 轻巧美丽的宫廷犬 原名狮子狗的西施犬 是原产突破的拉萨犬 与中国宫廷内犬种混合所产生的混种狗 拉萨犬和西施犬外形非常相似 西施活泼 聪明 性格温和且热情 它们对于公寓环境适应性强 不需要太多运动空间 毛发浓密柔软 和马尔基斯的毛发触感类似 不太掉毛 体味轻 是最棒的家庭陪伴犬 五 马尔基斯 雪白华丽的长毛犬 小型犬马尔基斯性格乐观 温和又聪明 喜欢和主人互动 不掉毛且几乎没有体味 非常适合第一次养狗 对毛发过敏和对臭味忍耐度极低的狗主人 虽然毛发像学一般洁白 但马尔基斯更喜欢待在家里 所以弄脏的几率也不高 这种狗被认定比较不会让人类产生过敏症状 也就是低过敏性的狗 基本上马尔基斯不太会掉毛 不过定期梳理狗毛是主人不能忽略的工作 马尔基斯的运动量很低 只要在庭院或家里走走就够了 六 西高地白梗 最佳广告代言犬 西高地白梗的毛发粗硬且密集 不容易掉毛 活泼忠诚 适合与家人共同生活 圆圆的大眼睛配上三角形粒耳和雪白浓密 长度适中的毛发 是世界上最可爱 最受欢迎的犬种之一 不太掉毛体味轻的优点 更是养狗新手的最爱 优雅的气质走到哪都能吸引爱狗人士的目光 对老人来说 他们是最贴心的长者陪伴犬 对小孩来说 他们也是最称职的狗横木 西高地白梗不太废教 对公寓环境适应性强 是优秀的公寓犬之一 七 约克夏 自信骄傲的王者 约克夏犬是一种迷人的小型犬种 以其丝滑 光亮的披毛文明 虽然他们的的毛发长 但不易掉毛 是不掉毛代表犬之一 约克夏体味轻 不会散发难闻的体臭 如果你住在公寓或较小空间的房子 它会是最佳选择 约克夏身材较小轻盈通常不超过三公斤 无论居住在城市或乡村都能很快适应 宜然自得 对主人忠心耿耿 友善且勇敢 灵敏的听觉 只要听到一点声音 就会废教提醒主人 称得上是称职的管家 更是家庭的好伙伴 8.比熊犬 绒毛触感魅力无穷 比熊犬拥有绒毛般的披毛 有着柔软的触感和美丽的外表 它们的短卷毛不会四处飞散 不容易掉毛 身上不太会散发臭味 能有效保持生活环境空气清新和环境整洁 但必须把毛发梳开一面打结 比熊犬身形轻盈也不常废教 雪白的毛发很容易弄脏 但它们的运动量不大 所以不用带它去公园散步 比熊犬热情又聪明 主人可以训练它们在室内上厕所 高贵甜美的外形令人爱不释手 它们也是许多第一次养狗者的首选 9.吉娃娃 最迷你的不吊毛犬 吉娃娃是世界上最小的犬种之一 尽管吉娃娃的毛发长短隔矣 但它们都属于不吊毛的狗品种 吉娃娃非常适合公寓生活 它们不需要太大的运动空间 即使是一只最活泼 体力爆表的吉娃娃 通常它的活动量也不高 但需要定期的社交生活 它们对主人忠诚 是理想的伴鱼犬 唯一要注意的是它对主人的态度 这部分是要训练的 千万不能让它在家里的地位 凌驾于主人之上 否则就换它掌控你了 10.博美犬 最迷人的小型犬 博美虽然拥有厚实 柔软有光泽的双层披毛 但不容易掉毛 外形亮丽的博美犬经常被用于展览和表演 它们适应性强 适合小空间的生活环境 博美犬个性叫神经质 被叫的声音尖锐而响亮 对主人很忠诚 也很适合陪伴老人小孩 博美犬的食量和运动量都不大 在家跑个几圈就气喘吁吁了 博美是聪明又勇敢的犬重 也是忠实的家庭犬 当她遇到陌生人 即使被人拉住也会跑过去填陌生人的脚 所以偷偷被抱走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哦 以上十大不吊毛狗品种 有些还具有体位轻 适合当公寓犬中等特点 这些狗狗不仅能让你免去打扫落毛的烦恼 还能为你带来无尽的欢乐 无论你是住在公寓还是小空间 这些不吊毛的狗狗都能轻松适应你的生活方式 但是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狗主人 还是要记得给予这些可爱的狗狗适当的护理和关注 当你决定要养一只狗狗时 请考虑这些不吊毛的狗品种 它们不仅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整洁和轻松 更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以上十大不吊毛权种 你更喜欢哪一只呢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留言 与我们分享 感谢观看